然后领导也躲不了 所以说这个英雄 比较烦 作为二三换位来说 非常合适的一个英雄 所以现在 这个英雄也是逐渐的 被大家所慢慢的重视起来 大家是已经 基本上很多战队 都已经把它 列为非半 选了一个地步 很多的很多战队 在后面的几手 争夺战当中 后面的三手半 半选当中 非常的 长手的一个英雄 蚂蚁 请Alliance战队 选择英雄 所以Alliance的话 应该说是了解 IJ战队 这样的一个体系 黑鸟家老树 但是他们并没有办掉 可能真的有一些 一些这种开发出来 一些新一种来 对付他 然后接下来的话 应该是飞机了 Alliance 以他们上一盘 打帽子的一个体系 那叫飞机的话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组合 飞机可以考虑一下 在这盘的话 大家应该看不到那个 非常尽职敬业的 五号位的身影了 巨毒负 应该是不需要了 这盘 上一局是Navi打的 我说上上局 Anders第一场呀 Anders第一场打的是英特 帽子打帽子 哦英特对 防目机 Alliance战队 防目机 拿得非常好 是中国战队 今天还是我们第一次 解说中国战队的比赛 中国战队的一些选人的风格 确实跟国外战队 有一定的区别 防目机这个英雄 其实爆发非常的足 然后打到后期也非常的肉 但是国外战队的话 用的可能比较少 而且防目机 我感觉配大树的话 会比较的厉害 因为他的甲本来就很高 然后再加上大树的一个护甲 给他加甲 他会使这英雄变得很肉 但是这个英雄 他的一个爆发是非常非常的高 七家鸡的一个爆发 防目巨链 加上那个死亡旋风 这两个技能的输出 已经是非常恐怖了 都是神圣伤害 主要是 都是神圣伤害 神圣伤害 达了数就是神圣伤害 我拿了冰女 冰女 冰女 冰女看到防目机一头包 两个技能 两个技能就死了 只能看他们前期的一个 线上的一个发挥 女能不能发挥 他线上相对来说 前期强势的一个优点 现在 S4这个点好像还没有选 S4这个点好像还没有选出来 现在这个版本的话 冰女也是被大幅的加强 回篮光环 冰女想象双倍 然后魔法的回复 从以前的0.5上升到了1 非常高的一个回来 一节的光环前期就比较够用了 对的 这样他可以有助于到其他点 去升一些减速速 温控这个技能 几乎一都惊呆了 到第四手才拿到死银龙 他都没想到 其实这个阵容配死银龙 配死银龙真的好吗 我觉得拿死银龙不定好 因为他们阵容少控制 少硬控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硬伤 但是他们阵容随之付出带 就是给他们带来的收益 就是他们爆发非常高 防目机加死银飞龙 加上黑鸟那几个爆发 很高很高 他们控制主要是依赖于 大树的残老 大树很关键 他们的一个持续时间 很关键 这是他们一个输出的 一个绝佳时机 这种很露 其实目前来说的话 黑鸟做一个核 然后防目机 防目机做一个核心 确实需要一个 我个人感觉需要一些点控 来通俗他们这样的 大树 现在埃及的分人很明了 就是磁弹里的黑鸟 纪用英雄 月风的防目机 然后现在就只剩下 周的位置没有确定了 小明的那个大树 传的传的那个死银飞龙 请Alliance战队挑选英雄 最后周会使用什么英雄呢 这人猜一下 来预测一下 哈哈哈哈 这人猜 猜 carry吧 是个carry吗 肯定 周比较喜欢打什么 我刚刚看别人队的比赛 好像看到有水人这个东西了 对水人很有可能 水人克制 水人不怕 大家还要叫飞机 这是最关键一点 水人打飞机的比较好打 水人的话最近老干爹战队 一直在开发 明 尹尼亚龙 尹尼亚龙 哦新东西来了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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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打黑鸟吗 对的打黑鸟 我们看看怎么效果这是我刚说的唯一能打的一个东西 嗯那么这样的话 LD的话可能需要就是被保的一个状态 啊飞机三人路LD还是放放猎尸路吗 LD对对面那个刀哥哥就是玩猎丹的 而且他们可能刚三可能刚才说不定 所以刀哥哥的LD应该是优丹 不好说啊 冰女加上那家海妖加上那个飞机钢三已经很凶门了 应该是钢三了 然后中路的一个独龙 然后优丹的德鲁伊 看似这个分路应该是非常的好 就看防目击打 防目击打熊德 应该 也好也还好打防目击还可以 但是不差 对关键就是这三轮路 最后的核很关键 看爱就要拿什么核 好核不多了 没有控制的核也不多了 没什么 最后两手是绊掉了蚂蚁跟GZ 两个机动性非常高的一个核心 像之前绊掉的小狗 现在已经是确实没有什么 就是龙蟹到目前还没有被选哈 不会选的 不会选龙蟹 选龙蟹就问了 优鬼还是拿了个大和优鬼 SP 这国际4的独龙 独龙一直很久没见了 看看老大战王这盘能打出什么样的效果 我比较期待 高哥哥 我对艾勒斯这个单位还是比较了解 刚才 现在选人出来的话 艾志的一个分路 他到 看他们的这种 优速度四高 他们的选手就是很明显的 艾志这种少控啊 明显少控 所以说独龙这盘的话 很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发挥 但是对面阵龙爆发很高 但是主要也是都是那些魔法输出 独龙的话一旦皮肤点高 然后 血变了之后 也是对艾志这种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 关于这个版本的皮肤非常厉害 独龙 出门好快啊 这个熊好帅气啊 这个熊 这个熊怎么那么帅啊 哪里帅吗 这熊还不帅 就是长得有点像熊战 一身盔甲好吗 一身盔甲 果然是熊德的专用 专用的使用者 看他熊德的祖身 全套全套装备 还好 这是黑锅吗 没有什么 啊 这是那个 黑锅什么意思 这是 Ti3 他的这个护照 会送一个那个不朽的物品吧 然后熊德的这个装备就是一个黑锅 然后 关键是他变身了之后 这个黑锅就没了 还可以的 这个这个 别让他们的镜死 好可爱啊 战斗开始 这个熊宝宝我非常喜欢 哦 原来是熊的中单 还是用熊的中单去打黑鸟 独龙没去中单 独龙是幽单 但是钢3还是钢 3肯定是钢的 不用多说 还是靠熊的打 独龙打 独龙打的话 因为独龙打可以打 但是他有主生皮肤 他不能生那个C了 这样的话 这个独龙效果就很差 但是如果独龙打伐木机的话 这伐木机就难受了 征战号角 我们说很 就能用难受来形容 他们的一个分路也是 猜的非常很准确 对的 很活 这样的话 这样线上肯定是都不吃亏了 那下路的一个3v3 就是我们前期的一个看点 要大来个对的 是这样的话 老树的一个假 加假给中路的 ot加了之后 会不会对他跟熊德的一个solo有帮助呢 也没什么想到 主要还是两边还是看补刀 看去补刀的手感好 对补刀手感很重要 我黑鸟也不可能上了 有大树的甲就上去 软A熊德也不可能 他对小熊一起和祖熊 祖熊一起 哎他也召不住 他现在430这个打法的话 很明显就是要 没空没事的时候 给A小小熊 把他血量控住 然后再替他 看了除了430手感 办法招新熊 现在肯定是不行的 嗯 我看上路的一个交分 solo的 solo赛的一个 迷心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 跟各个国家的一个solo的选手 来进行一个solo比赛 这排的话 几度都有看点 上路的一个s4对抗月风 感觉s4刚才买一个圣殿的话 被打了很多血很亏 现在的恢复有点被压制 所以导致月风现在 他们无压力 而且这个被动很厉害 要被打掉了 打掉了 他又召新熊了 没有 差一点 这熊德 熊小熊出门是拿一个攻击之爪 好 好明显打 430现在明显正面不占便宜啊 啊 那你们正面还不占便宜 我说我说那个熊德不占便宜 嗯 是的 他的目的就很明确 直接A这个小熊把A弹 A弹雪 你就没有办法跟我来对线了 打黑牛还是比较一定 他打的要好很多 是 我还是是打的第一方 有机会有大叔的一个超长的一个防御 但是还是老打这边压制了优鬼一点补刀 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准备两个眼都没反哦 反应该是反到眼了 现在刚刚反完应该是等下波的野贯上新 熊德来了 蛮举的熊德 古刀方面的话 黑鸟是玩爆了熊德 把熊德已经爆了已经 4-5熊德 黑鸟是12-12 实在你手感非常好 下路的话是直接把冰女带走 对 你有没看到 但是这边那家海耀的话是单杀了大树 反而是那边 飞机加上冰女是被 丢回家 一下去哪里去 他很灰啊 没关系没关系 一轮爆发已经完了 对 刚才那家海耀是单杀了大树 如果这样的话 埃及肯定是赚了 埃及是赚大了 拿了一血 在本来比较劣势的组合 不过也应该是 也现在也可以拉到 这样的话能够缓解周的一个压力 刚才沉醉于430的补刀之中了 被他的补刀所吸引了 这个没有熊德 我跟他骑射反补的话 正补反补的话 确实补刀压制 还是比较正的 对很随意 嗯 看看上路S4的毒龙 打四岳峰 基本上毒龙还是有稍微有优势的 补刀还是有压制的 所以毒龙现在的话已经到达了5级 表面等级都差不多 差不多 等级没有压力的话就是一个字 哎 触定卫士又是被小莱家单杀了 这个老夫真的是想不到 也被击杀 我们还是关注一下小莱家了 天慧的信使 天慧的信使也被杀了 430在运机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被 劫后了 像 前期压机的话 有点不太顺啊 大叔的话 是被各种单杀 这是这就算了 来这边捞到一个所为失误 有鬼 漂亮 这波子我手有点拖大 我们叔叔非常为可观 飞机被带走 这样的话 刚刚被击下信使的一个 小烈士还是 回来了 但是现在430运不了东西了 430运不了 用不到东西 反而那边 熊泽是可以运东西的 430现在是鞋子都没有 没有鞋子的话 熊泽一旦到了 5级 有强大的队友一旦来支援的话 430可能就会有危险 已经是向位了 但是现在的话 下路其实根本辅助离不开的 对 下路的话 小烈士这边已经打得不算更好了 直接让IG那边拿了一血 然后 呃 虽然这边小拉加老师 两次单杀 大树等级提起来了 已经直接到拉四级 这点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事情 小拉加凭什么能把大树给单杀呢 一打一的情况下 大树身份也不差 要抢狗了 小拉加 对 小拉加你二级的D 伤害都非常可观 大老树 可观 小拉周神那边还是有点混得不太如意 好大摇摇吃起来 同路这边熊泽也是渐渐补了回来 慢慢补到慢慢开始追了回来 这个T上位熊泽 下路的话这样的一个组合 爆发确实稍微弱了一点点 对现在是约封难受了 独龙到了这等级之后约封非常难受 现在蓝打不出秘法鞋很关键啊 独龙的话没有生皮肤 是比较传统一个升级 比较进攻性强的一个升级方法 因为打防目击 剩皮肤也没用 因为防目击全神伤害 皮肤的低 这波来了 一波小辣家的一个支援 430完了这波 刚刚说了 因为用不到鞋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突破 只要队友来支援一下 这个信使阵王对于爱情来说 还是比较伤的前期 430用不到东西 反而这盘的话 让这个小辣家打开了局面啊 找明要负责任 两次被单杀确实不应该 王树被单杀两次 要来放眼了 发现430就没断眼 我们就会由于在单杀之后 呃 配合小辣家之后 现在已经直接把烈士追了回来 正不已经和黑雅吃瓶 好终于是重生了 兴时 很赶紧运 平 还是这个魔棒 瓶子 月份月份也被打回家了 刚刚做出密法鞋 但是S4的毒龙实在是太肥了 现在 44个正不太恐怖了 嗯 独肥的一个 为艾兰斯带来的一个 优势是什么呢 他可以做 呃 我觉得这种独龙的话 他可以可以做没可能 可以考虑 我们现在下路 这波又是一套combo 然后全化和周深 全是带走了飞机 带走了飞女 准备 那一次 换路 支援 有点不到位 这波支援的话没有必要 这 是感觉埃及现在是有点小乱 正面在哪上 中路我这边熊子残入住黑鸟 人品非常好 还好是踢了一下救了自己 SP也是依然打架中的一个路线 装备路线 对刚才 刚才 哎 很想这边是有三枪熊子的 什么的中 两边 两边这盘大厦有点多 怎么还是仔细的观察 调地图的吧 这两个点纠结在一起的时候 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去打个照面 很有可能就是生死战 生死战真的是生死战 天灰天 小达家的一个 这局的一个走位也是比较特别哈 他没有一直在呆在线上 而是 嗯 在下路 跟 这条线上门不停的游走 对 而且他等级现在游得非常高了 已经到达了五级 不过船的话更肥 已经六级了 也只是杀 船刚才利用一次老大走位输 然后刚刚又一次是带走了冰女 直接把等级提高 现在直接送他家 很有机会 你防步机这刀坑我太高了 叔叔我直接把他非常的足 对秒掉 我们自己放弃和毒龙兑现了 放弃了 谢谢老鼠扔到 猎息路去跟毒龙兑现 微微的鼓道非常的高啊 现在9分钟59个不得 镜上全补 对的 毒龙双 熊得双鞋 但是没有蓝召熊 这有点恶烦啊 跟黑鸟兑现这样的一个处境是很正常的 对的 他只要抽被抽一下就没了 就剃两个就没了 哎 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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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点来 哈哈 如果这盘恨奖的话已经是没有预期的效果好了 已经 已经有大树的话 黑鸟存在 黑鸟这个这样的装备也不算特别肥 你在运东西了 应该是在运恢复恢复指环 应该少绿鞋 在中的这个加速不错 对的 但是这毒龙可能会成为一个隐患啊 没人管他 没人能跟他兑现了 毒龙只要能够身上站得住 他就是一个超级大漏霸 大鹿霸还是大漏霸 漏霸都可以大鹿霸也行 他应该 嗯 实际上只有人去上路了 看看上路能配个 去帮毒龙拉野 下路的话 艾伦斯放弃了 这边已经不打算在亚洲了 现在因为随着伐木机的动行动起来 约翁要去观察全场了吗 现在 你能不能替住我替住伐木机就有机会 虽然中路是没有什么树 给他去勾 准备 准备下走位是非常小心翼翼 让SPE继续肥下去的话 参与团战打架 加上 欧帝也是出了一个偏团队的 要出没砍 对了 关键就是独龙 看着独龙 能够给团队再多大价值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他现在全场肥的 他现在也是一直处于一个战战的状态啊 都没有离开过上路 肥 他不急着动 现在因为独龙这个英雄打 这反正的剧人是最好的 有鬼TP支援 碰到一个加速 要 要提独龙 独龙要要要死要死 没有人来支援的话 这波真的是很 哎 来的稍微晚了一点大家 也没办法 反正一点也没办法 还是没有救下来 只不过救下来的话就转大了 可惜没救下来 张文化独龙虽然说 上路发表得非常不错 但是 成了爱这一波提款 嗯 亲眼提款机啊 也是出了一个没肯独龙 就成内装 天辉中他不得 正式大分心 反正是现在老大不肥了 老大这边的话 不想飞啊 现在下路他不敢站了 死灵龙飞龙打的太肥了 稀奇的死灵飞龙 对他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前期 其实越野风那个换路的话 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飞机本身就是一个比较脆的河 但是虽然说上路这个 嗯 嗯 上路那个什么 没有啊 我就说虽然越野风上路 就被独龙压了 就是比较 但是他 他 但是他有等级 然后装备的话 肯定是不不容独龙那么好的 是 他拿到密法器 已经是足够了 在这个时间段 对的 这样飞机的话就来刷虎野 再开始慢慢刷 那还是比较细腻的 没有垃圾时间 被拉的同时 这样哪怕自己刷远古 这样的话自己的经济 也不会不会落下 这么多远古 下波高的火爆再收掉 一样肥 利用hunterrun的那个 间隔去打远古 基本上也是能够收掉的 就是有点收的有点难受 压抑 我看他现在没有地方振兴 拿到了一波这个雾啊 可以看一下 对的 没有拿到身上吗 没有 还没到身上 鸟在运 等等这波雾的话 就这波雾的话 会不会去找一下飞机呢 猜测一下 找不到找不到飞机现在不露头 他们不知道他的飞机在哪 这是最关键的 然后就无限拉拉远古 嗯 来了这波 锤一塔 飞机直接认打 不让你推 过一下 这个在这个塔的话 应该还是能被爱奇强破掉 比你一个B 这个C很 还好 比你去躲开了 这个塔的话 还是被天荒星团破掉 我们的机缘 又是又是S4 能不能留下来 留下了 对的 S4要阵亡 连续两次阵亡 对S4来说很烧 我们的话 这两次阵亡的话 非常的 非常的烧 嗯 本身的话 等级经济 都已经是 成长的最高的 这样死两次 正受到攻击 对 主要也是因为老打他们这个战队 我们有刚经验的提款机 安乐斯这个战队的话 主要是因为他们 主要也是因为他们 选出来一个三核战线阵容 主要下路没打好 那么导致飞机现在站不了线 独龙这个线又不能浪 独龙浪的话 就击破他去钢壳 这样的话导致 也会飞不起来 现在 现在这个情况就是 逼着他们安乐斯要去打了 战线也是站不稳了 已经 是 哎 其中了 充德 变身 能不能 才落住了 也找伐木机 这真的好 人品是非常不好 岳峰 人品太差了 我有根树 他这波好像很难死 有大树在很难死 各种勾 各种走 神 他逃生能力还是很强的 爆发也非常有足 对的 爱丽丝应该要抱团了 细极的小栅下有大招 有全部技能 老打也有大招 这波应该是一波反推 大树在修塔 这个塔应该不一定 不一定的手下来 充德在队 充德现在多少钱 1900不是很肥 别放弃了 这个塔 这个塔应该放弃了 因为大树转弯稍微拖一拖 就没了 就给给了 S4也是没肯了 已经 你被摧毁 攻入这个塔 缺很多 应该可以再守一下 但是 卢不守的话 应该是一个互换 先利用 辣家海耀的大招 加上冰女 那个飞机大招 准备来一波 尝试推进 两边都有没肯 船的话应该是做机子 没等4-3也没做好 推塔的话肯定是没有 来了 你验推得快 还是要守着波吗 守要守 防目击的话已经是回回来了 防目击防守也非常厉害 夜眼下塔正受到攻击 我神这边 战古 1700 独龙反而觉得独龙现在的价值就没那么大了 连续死了两波之后 这个英雄也是死不得 不能死 但是没肯 没有太多的一个输出 对 也不是 感觉就每个人对 对这个远古的利用非常到位啊 一到有时间都会去拉 又来又拉了一波 给捞 捞打拉的 搞不好就反弹破啊 一个弹的上 哎大树隐身看到 看到 上塔已被摧毁 上路黑鸟单破给他 我感觉艾伦斯现在是有点乱 每个每条线上都不敢站 站不住人 现在这是他们最大的问题 只能逼着他们抱团去推进一下 动作这个点打的也不是很顺 2600他说什么呢 也要走会要吗 就是小规模团战的话 爱这边并不会虚 安拉斯的 对了老树 还有这个死灵飞龙 这波开悟限制老大吗 这波如果杀了老大再把这些野怪抢了 好 冰女实在是太快了 我遇了一个冰女 那算那个只能说代对不起了 代读你好 我们看现在是比赛到了18分钟 人的经济差距是 埃及没什么差距 经验应该是埃及领先一点点 对 老大是拼不停在利用这个远古刷 如果他这牌的话发育不是很好 经济也不是很挺好的 优鬼很快就会要了 38了 这对埃及来说非常非常好 一眼中堂 是 曾经线上下路的话 没有打出刚三那个优势 刚崩了 安拉斯那几波送的有点莫名其妙 来提了这波远古肯定要提掉 辛辛苦拉到的 虽然刷了一个货本 但他这远古打的还是比较吃力 但是还是有幸无险打掉了 2,900到SPE 现在18分19分钟 局势对埃及非常有有力 非常有力 安拉斯这边基本上已经不敢主动打了 熊德干净看这熊德要出什么装备 还没买也要会要吗 也是要多会要熊德 已经留了3500的一个存款 那是熊德刷野 先把会要的出来 对于安拉斯 他们唯一的经济来源是远古 你敢信 现在一旦一旦过河之后就不敢收了 已经 这小来的也是非常小心翼翼 依旧还是做天 让自己 年份时都没升 有鬼3200很快就知道会要 在这个环境的话对他来说非常好 安拉斯已经不敢主动找他们打 要去买3800了 对了去买了 其实毕章熊德的话也是这个选手开发出来的 人人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选手开发出来的 毕章熊德 是他开发的 现在他要教大家怎么办 就发现不掉学是吧 之前看到一个视频 说Navi把就是研究出来一个 屠夫可以出跳刀的 这种方法 还出了一个视频 很无聊啊 就是开局的时候所有人随机 然后把养那个屠夫 让他买个跳刀 然后他就可以用了 就是想说这个 职业队有时候队员也挺无聊的 开发这样的一个战术 但是如果有些比较有用的 就可以在正规的比赛里面用 我觉得也是特别喜欢开发这种信息的东西 新比较信息 好 哎 早遇到S4 很多很多兄弟都在包 想要的话都没有没有太多意 应该打不了 应该不不想打 安斯人不齐 不打的话就就与这个远古相伴了 这个远古资源是用 相当相当好 我建议很多中国队打安斯的话 要把这个远古也给分掉 他们利用的实在太好了 我们看一下现在经济差距 两面经济差距其实是真的不多 确果然只有2000 因为安斯对这个远古运利用的太好了 可以说没有停过 他们也是把借的远古也这个 资源点保护的比较好 一个针眼一个假眼 把这个视野绕过来的视野已经做好了 狗层3800已经是运过来 来抓一波 来批往非常的远 往住 直接大招 都不要都不要 肯定要死 还好是3800已经买到了 这波抓人的话也是非常的果断 在屏幕 局势当中突然突然给你来一波 我想能够传送到另外的地方了 还是他被网上不能用技能 哦 我觉得 嗯 可以只有能够传送到 语论上可以传送到熊熊的那边 是 又来了又拉了拉了一波 对 要命一条 这波说完老打已经比克币了 他的比克币基本上都是和远古那里打出来的 这点的话也是 一个 顶级的carry 能在这种 相对于逆风的局里面 打到经济的一个方法 一些细节操作 我说的就是 我说的就是没有垃圾时间老打来说 他被压了 哪怕下路 他就一直在拉远古 然后靠着远古发育 就基本上看他打就没有垃圾时间 这就是一个顶级开律所做的事情 然后看到人家来了走了 这波埃及开悟 看能不能抓到人 从这行军 看野区应该是 哦 艾伦斯非常警觉 这边好像应该是看到了 刚刚那针眼好像刚刚消失 应该是被发现了 爆炸爆炸的还紧 没有机会 到他回家买bkb了已经 军队也会要 艾伦斯装备也是基本做齐 以及bkb会要都有 就看下波团怎么打了 独龙的话就装备更新是有点慢了 哎 这边位置 哎 都不要动手 动独龙 这么 先走 冲队一个人空前面 飞机大招 打住了 约翁 约翁 约翁可以勾走 问题不大 做人做的还没会要 里面黑小一个反大 飞机bkb 打了两边打了半天 还没死一个人 还没死人 还在各种纠缠 但是这波 爱奇就你打不过的样子 爱奇要走了 爱奇有爱奇有点打不过 但是老打 传神这波大招啊 这个c世界把逼女带走 这波有点亏啊 来自己是为了 他叫海妖放出大招 这边 想打吗 是直接看了大 干啥 两边打了半天都换一个 一换一 周神被坏掉了 逼女换sp呀 这个 快大了 夜眼中塔正受到攻击 但是正面上来说还是爱奇占优的 爱奇的打还能打 这两边打了半天机能各种乱放 一个人都没死 开始一开始是一个人都没死 后面独龙了 对独龙是有点不好先手的 独龙算是比较露的 因为有没啃 你不能把它算出一向二的血 应该算是一向五的血 比较刚刚那波的话也ld也是刚刚拿到了 不要 所以相对来说尝试一次 对 又是提也又要杀独龙 但是这边是人权战 地图地图黑鸟不让他说说 冰冰 闹吗 直接是被传不及勾死人 在中国飞机大招支援很精髓 完了 黑鸟要阵亡 底下自己应该是徒劳无功 打出也要人家带走 黑鸟黑鸟危险 黑鸟也是也是被带走 这波艾伦斯又是转了 还有船的那个 走不了 走不了 船也走不了 被被已经被 早在跟踪了 然后残了 全是一个杀刃鲁马好像 果然是杀刃鲁马被终结 艾伦斯又靠 静静地打回来了 果然是非常强 任性非常强啊 从极万看 从极万开始就看得出这个队 任性很强 全面加固 我也是冻成那两波死亡 有点伤 本来他现在已经会药了 既然这一次之后 没有会药了 而且可以打盾 这时候艾伦斯 节奏一下就起来了 这波打盾的话 还是会给 你把会药放不出来的时间呢 有有有 但是都没了 在会药现在出来之后 就没有刚才 那时间的 去会药来的那么精髓了 嗯 盾还是给老大 天灰下 老大拿盾了 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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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波来不及了 约丰已经是雪晶了 雪晶是应该做出来了 应该有了 把这个拆分一下 然后 和去买个尖论球就有了 再运过来了 这个岳峰的团战的目标也很明确 就是要杀逼女 杀脆皮 对 叶燕的点控的话 其实不是 其实蛮少的 就是比你一个算是硬控 然后想到加勒吧 好了 艾伦斯现在发起一波总攻 目标是430的黑鸟 看430的反应 能不能吹走 反应很快 确实很快 大猪龙应该能大招 有人TP 有人TP了 要打 但是艾伦斯要打 感觉这波 隐身 大猪龙黑鸟要玩 黑鸟 死了 黑鸟死了 你死了 这是真爱啊 恨哥老鼠 其实不该踢老鼠 他直接直接TP走就行了 这波艾伦斯问题非常好 如果埃及想要救的话 一个个TP下来都要死 而且现在是幼鬼的一个伯路棋 因为幼鬼只有刚会要 刚占股灵的时间之内 他是血量不够 艾伦斯输出点很多 飞机加独龙加熊德 包括那些海鸟都是水族点 所以说 他出了假腿加散花 连他们四号位走 那家也渐渐飞了起来 只有这个冰女应该是后面 最终还是要期待一下 伐木机的一个发挥吧 伐木机啊 伐木机可以的 十一级 关键是二十分钟水晶还可以 但是现在这局面 这波一送之后 艾伦斯直接把局面打开了 熊德推进能力 直接发挥出来 连破 几个外塔 一扫前期的一个劣势 艾伦斯也是补了一个劣叉 稍微撑一下自己的攻击 对的 我刚刚只有没肯这种道具 回家了 都肥了现在 完了 座备我们看一下这几波打完 两边那个经济差距 艾伦斯是反超了6000 然后经验的话也是反超了6000 太伤了这几波确实是 嗯 关键是现在 优鬼已经没有统治性的一个优势了 会要优鬼 现在变成IG托了 啊本来是IG掌握主动 现在变成艾伦斯掌握主动了 熊德应该很快就长袭了 两大强队今天对决也是你来我吧 对 小声我点不到他们 马上长袭 还差了300块钱 这个冰女我感觉他这样出装的话要废掉 至少要得出一个什么护腕什么的吧 不然冰女一个呃 优鬼跟大招他就没了 他人就没了 应该买了吧护腕 没还是没买护腕 兄弟你对你的走位也太有执行了吧 他也是纯辅助啊一直在满眼 但是这样不好 这样的话导致艾伦斯后面后期呢 将会形成一个四打五的一个局面 因为优鬼一个大 这个病就啊死了 养生倒地 是要配合 配合这个 嗯 伐木鸡 很心酸的可以杀掉 对的 只要一个大招 装备好点直接没了 他已经是找不住了感觉确实是开始 想要掌控自己主动了 掌控节奏了 他们熊德最近打了起来 熊德已经是有长袭了 已经在在买 来了马上拉过来 这样的话 这个优鬼对抗熊德是现在不占便宜 这是最关键一点 那又要抓抓住吗 啊 这这波应该抓不到 但是这波 又是一波艾伦斯的强势推进 就看爱奇怎么守 要不要守 从这走位来看 应该是虚了 应该是不要了 不要了不要了 就受到攻击 天灰上 对 也也是没有 没有 那 爱奇这边的阵容 整个 SP这个点 他要稍微露一点才好打 对啊 他现在不行啊 他现在没有 等他露了之后 对面装备也都好了 对面就是爱奇刚才利用 爱奇几次输 直接打了你一个 呃 把你外套全部拔弯 嗯 我发现 一下子对面 真的是一个很会把握实际的一个队伍 你们发现之前我们就就被抢起来 嗯 他好像就是知道哎 什么时候你该更新什么装备了 我就在那个最关键的时间点去找你打一波 你看 你看 你这 大家注意一下 AKK一方的眼 感觉就是一路插过去啊 属于 一路插过去 哪里都有他眼的身影 他的经济基本上全都用完埋 眼了已经 他看到你有一个隐身的大树 他就睁眼扑扑满地 保湿也不带 保湿也不带 天灰中塔正受到攻击 因为你就带一下 下六塔的节奏 对 六塔直接没 这几波是不是我觉得有点黑了 紧张机的话直接被拉拉开了很多很多 亚龙也是要出下个到位 可以考虑做龙星也可以考虑做幻影符都可以 BKB也不错 面对黑鸟 都是可以可以考虑选择的 后当然幻影符的话 有点性价比有点低 对于眼神远程单位来说 第一 我看这个熊熊的变熊之后好帅啊 是吗 你也觉得算 我觉得他这个熊熊之后完全是个 北极熊 来了 直接来不来一波强扑 先耗掉一波雪再说 然后再 再多不撤退 应该是不推了 这波 先被打得很深了 幼鬼 还是还是做了幻影符 好 这边的一些关键性的道具 幻影符跟天堂之级已经到手 看看老岛又要出什么 应该是整队没了 买tp 对的 回去继续受限 可以考虑做蝴蝶 打幽鬼这种这种单位的英雄的话 蝴蝶比较好 因为毕竟还要又要漏又 他的话是补了一个活力之球 下一步装备 但是 怎么样 现在就怎么下个肯定 幽鬼的话应该是龙星了 但是这边的话 最大隐患是430不肥 430的话连羊刀都看不到希望 属于那种看不到希望那种 还是先为自己补了一个保命装 幽魂群杖 对的 然后他到后面的话他的作用是非常有限 这解解这个那家的网吗不会吧 太单纯了吧 是可以接拿着网没问题 我知道啊就是 就这么单纯的一个目的吗 还有飞机飞机的输出啊高车火炮 飞机的输出还好啊 飞机现在的话不是特别的 输出不是特别的可观 关键是 那黑鸟出了绿章之后 他的法球还是能够输出的 这是比较比较好的一点 只是这样一个偏 防守的一个装备的话 可能让他们 他直接撒弹了老大 撒弹了 直接做撒弹 可感个人感觉还是蝴蝶稍微好一点 现在老大没有攻速啊 这最关键一点没没攻速 两边 这这 这几波肯定要缓一缓了 然后等下一波的一个boss 一个兵将必胜之地要来搞一波 都不敢打 那是只是前 现在只是占有大优 整体装备是有优势的 你经济的话领先一万一万块钱 你的话本来局面挺好的 但是通时好局啊 就有点感觉就是 一下子被打被打了回去 就就那就那两波 从从周开始被抓的那波开始 就是由开始有点恶性循环了 你是指他快要出货药的那波吗 就刚买三千八那波吗 对对对 对下路那波开始就开始有点恶性循环了 一直下去 本来很顺的顺风顺水 打了ns都没人敢占线了 就靠这个维生了 就靠谷野啊 对 确实 在飞机出了bkb之后 抱团了几波 就是没肯 vp被抓了两次之后没肯 然后bkb的飞机根本就开始抱团 推他 都是绿杖 都是绿杖打 凶的有点肥啊 这几波把凶的打得打得肥的有点过分了 小凶很肥现在枪袭冤锤加上会药 这个输出是非常恐怖的 我跟鸟现在要打死了 羊刀有点久远 资源有点不够用了 埃及现在刷的很干净 也许也刷的很干净 幽鬼也要刷 然后防目剂也要刷 嗯 黑鸟也要刷 资源真的还是要尽力把自己的高地 别守住高地给偷住 对的 sp 的一个 融星 不快的 哎 主要是sp 一个人 可能装备还 可以 但是没有另外一个 没有另外一个和 哎 430那个 经济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成名法杖 直接做了个2000 成名法杖 今天拿完用27 开悟 要来钢一波 揉闪这边快刷了 零杀路是抓兴小熊吗 要杀小熊 图虫图虫战一开始 这个能杀掉吗 会直接传走 直接直接直接传走 是的 这边你给你升幅 别人路上吃掉了 冰女 看 他们反而救了冰女 这个配合不是很 默契啊 救了冰女法 感觉太大了 调整一下 这样的位置波是要达到 位置 插谁 哎 打防目机不太理想 对 第一次 这个直接去工作 对的 防目镜怎么好杀呢 这么灵活的一个英雄 本来冰女已经被骑走 斯兰零零气 反而是救了冰女 这有点不应该了 稍微片头下面有一点面 这波 老老带队也非常快 第二波 揉闪 经济的话全部让给周神了 现在 月丰也也没也没刷了 等级有点低 那几波 确实是黑啊 黑不见了 你小来这都肥的有点过分了 是 小来这英雄确实 他他真的打四号位他也可以 但是你要他去承担一定的这个 DPS的责任 他也他也不会辜负你 这种感觉 兄弟啊 你能不能撑个护腕 我看着急啊 711的血 而不是 758的血 在40分钟左右是时间段 应该是有 有点少了吧 兄弟 稍微有点少了吧 虽然我知道 你的辅助是非常精致 是我我的就是 供应你们过来杀我 对不对 然后利用 不想大家的一个帅反打 没有 身上只有一个模仿 加了三属性 没的 没的 不过他 视野做的确实很齐全呢 对 只能说他太不静止了 但是辅助到后面也要出点装备的 稍微赛 下个吹吹棒或者护腕好很多 来了这一波强推 对 飞机顶得很前面 有盾 加下弹 很凶残 好 耗一波 往后拉一波 等高速火爆cd 应该会再来一波 呃 这波 我直接利用 连事快掉了 直接先把场谋掉再说 撤了 感觉 iG正面有点刚刚不过的样子 有鬼没什么作用 现在 要回来 要回来 要刚一波正面 直接闪失 你会要都不做 龙心也没错 是 像买活 还是 他能买活的 这波 应该是个买活开大 对 虫子能杀掉 虫子能杀三百 飞机开大 飞机 飞机开大是直接是破进兵营的 是 这个兵营直接被破掉 iG能不能少办法留人 可以把熊留下来 可以像个土熊 大招 大招就做这个熊 这个人小熊都要救啊 没救 这是单熊了 但是还是没救下来 还是要死 这个小熊 这波的话是 我家了 他把自己给他进去了 对 又给个大招 直接是把 你能不能够完成一次收割 能的能的 很凶残的 他直接去找这个 飞机了 飞机可以留下来 还有闪失 是的 但是飞机有 大弹 傻蛋 先绕了一波 等一下自己队友 还有 还要追吗 兄弟 啊 这人来了就 不是 这机有大招 独龙黏住 熊子现在是个高级步兵 没什么用 黑了 现在独龙有点黑 飞机要黑 这波 还记得来 难道来一波反空吗 这头啊 打回来了一点点 拿回来很多 结果打回来非常多 小熊战术成功了 成功战术 小熊的 打回来非常多 我们看下经济差距 直接打回来 本来应该是一万五加了 现在只会 只剩下 剩下一万一万块钱的差距 而且这波可能可以扣高地 哦 S4买活 两老买活 现在还差飞机 飞机要直接买活了 就买活了 这波对 对于老打他们 对于老打他们经济来说 还是很伤的 这波 虽然是破了别人一路 但是这代价付出也太大了 招盾 招了两个买活 这个熊的熊被没了 真是尴尬 在旁边转转 有了 他对装备有什么用吗 哦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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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在自己熊 第一波 他主要是直接上去 就是拿熊去拍塔了 就场顶着去拍塔 对的 我们这个黑鸟的一个装备上去了之后 感觉还是很有希望 这比女性就是被一个大就没了 真的不应不应该这么做 刚才就是被有一个大直接受 受掉了 因为连降临都没有降临过去 埃及经过这波之后黑鸟看到到羊刀希望 收成的话 存款是非常多 可以考虑再更新更新一个幻影斧 对的 让话正面可以解熊的缠绕就不不是很去熊熊的了 两天又从头上是非常肥 不错了 嗯 有有点跟不上这波之后买回后 他本来是可以回去再打一会就蝴蝶了 结果现在蝴蝶看不到希望 差很多钱 嗯依然去刷古眼 老战术 嗯 埃连斯应该不敢推了 现在要等一下 等出双熊cd 刚才埃及这个沙熊战术实际上成功 所以说那些海药救是准确的 但救不下来的时候应该走了 不能再逗留了 这个红鬼灯可以卖了兄弟啊 可以买买个tp 别人应该是飞了个诡异位置去买去买羊刀 也是非常谨慎 我被十分砸了 十分砸了一下 埃及埃及这边应该是 我看看埃及这边买活状态 船是那个 越风能买活周也能买活 还不错 反正这盘的话有的狗 还有的狗 打打到现在这个分上 独龙作用是越来越小 独龙这个点的作用越来越小 埃及说不定还有可能翻盘呢 这种机会上 幽鬼飞起来打熊刀随便打 再淫一波就发了 现在也是要等一下自己的 天雄的买活的cd 然后再再组置下一步 你看现在就这个时间对啊 a 队是不敢推了 他们要等那个落落三代 路上的一个刷新 三代波子一个刷新 第三代的话 我觉得他这可以 您要是装一下 对的 而且可能要开悟 利用430的羊刀 开吗 不开还是 没没有误吧 有的呀 老树身上有的 有是有的 可以考虑开悟找 找艾伦斯打一波 找se刷前 然后随时降临 这样那种比较传统的战术 对的 现在就看到了 看到了飞机 飞机还有点慢了装备 有点慢有点慢 这装备 塞弹不够优鬼打 塞弹不够优鬼打 这个是装备 优鬼优鬼现在是全场最肥啊 可又凶的差不多 他他肥起来要比凶的可怕多了 第三个boss还有应该是挺久远的 安勒斯这边肯定在等 哎反而来不开悟 看这波悟有没有就有剑术 对这个那家没有被开进去啊 换上有有点多 他是故故意的吧应该 开 这话肯定撞不到人 方方的话也是现在都非常的谨慎的 对 基本上一打的话就是 嗯他没有直接龙心啊 他直接转了一个打架的装备 虽然说已经攒到三千多块钱了 嗯 后面还龙心还是会出 但是应该是他最 等他等他有买过之前之后 有很多余钱才会出龙心 他现在要出换衣服加散尸 补输出 然后换衣服的话是解 解那个大树残老 然后散尸的话是留人 因为他们没有控制埋截 控制很少 是 那家直接tp 很谨慎现在这边谁都不能输了 一输一一不错的话就可能不不错 两边都犯过一次很大的失误啊 爱人斯也是 熊队也拿到了金箍棒 金箍棒 这不不输出 熊队稍微装备是豪华 还给主身吗 还是不给主身 还要给主 还是可以下手 自己身上就是绿血加霉了 430这边也是一直在发信号 要去 夜宴的野区 找一下人 这可以叫主动找他们打一打 优鬼叫您过来 很好打的 有羊刀的话是不然是让你这把羊刀不是白出了吗 你现在的话也是非常关键的肉闪 三大肉闪快要刷了 而且这边已经是提前准备好了物 我们来看这波 对这这波 老大双倍啊 双倍 还是不太敢贸然的去打 那我觉得他们可以回来打三大有哪有有奶酪不会轻易送的 是 但是又给他买回开了都没有没用了 嗯嗯 把小心了计算计算计算非常好 直接开大有鬼 哎对 这条条条条下阵型 冰女 飞机大招这个都会是他 完了 还记 这边老大老大这边要被秒 能不能吸过来吸过来了撒旦 完全的战装输出 对 只能说爱记的所谓太过貌似了 找死灵飞龙 那这一波的话就是一个 比较败笔的一次了 这一波的小那家的大 确实是非常的精损 主要爱记的站位秘籍的很靠近啊 刚刚那波本来以为秒到秒到了老大的话还有机会 结果老大杀单吸回来了 那肯定是没机会了 本来就很难打了 那老老大大了四个人怎么打 就是买活没什么用啊 他其实不用买了 这波真没用 应该直接不买活出龙星 在最后一波 我打守住boss了吗 守不住啊 这回头再来一波还是没了 嗯老大的一个 轻技状况还三千五 是他的买活是可以买的 所以说他肯定是 留了肯定是把这个 把这个boss打完之后 才会买才会买这个人经过 难道生计吗 应该不太可能吧 不不不会不会 他为恶魔刀鸿 不会吧 这小这真是小主宰 对 没有必要是恶魔刀鸿 哪有东西 是是 还是恶魔刀鸿 恶魔刀鸿 啊 金箍棒啊 是啊金箍棒说错了 在有有有有有点累了 嗯我有点患散 稍微有点好 稍微有有时候会有点一起模 好吧 希望我们俩意识模糊的时候不要重点 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好就不爱那次来了 刚才那波对爱姐来说很伤很伤 还是不爱爱你怎么手吧 又是一波长推 开盾的 从这边推进的还是秒 还是秒钟战术 这波飞机直接挺上去 大树残了大树 根本也站不上去 大树这个大树 对 这边是确实有点难打了 那这样的话 让东西让小熊 我都不加普了 撤了 不退了 扛不住啊 飞飞飞回去 确实双熊很重要 双熊的话对熊的来说是一个 非常重要 安乐死哪怕可以等一等 下波再来 多不急 因为老打BKB也没了 反正不好意思 按拖了 反正老打对老打他们来说 这个局 只要他们这样拖下去 肯定是稳赢 他慢慢打慢慢拖 把你再来一波把你塔房批掉 既然没有塔房了 就让大树修修出去 修塔是比较厉害 修塔狂魔 是 对 这要懂老打一个BKB的City 刚才那波楼山处啊 那波站位是成为ID的一个败笔啊 这个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你说你说这个那家开大的时候 本来就是准备去进攻的一个进士 那家突然开了一个大树 我没有做不及防 大树 十三零 有需要绿的坐下 但是他坐在以残不能再战斗了 这边大树虽然残到 但是突然之间又是 给大家飞机看准备 要秒十三零 绿的风和周神 周神很危险 岳飞这边应该是要被 能够跑 我看这边的船 船边也是绿杖 周神又会已经被秒 又会已经不能买活 战场的话已经是一片 一片狼藉 已经没得完了 没得完了 艾伦斯还是非常厉害 在一分的情况下 一步步打回来 然后利用艾基的失误 最后虽然 在破下了卡的时候 有一些故事发生 在最后漏山出的时候 又是引用艾基过来打 来打团 结果被飞机一个完美一大四 最后终结比赛 好了 我们恭喜艾伦斯拿下了这场 可可以说是 这这个小小组的一个天王山战役吧 好的 然后我们稍后就一起进行 打枪了比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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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